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那学成之后呢 您是不是常常有机会表演呢 才当当时候的情况 因为这个魔术你学好了 你没有去表演 也不是一个技术嘛 也是种浪费 对 浪费 你在家里做给自己看 做给观众看 观众以鼓掌才算魔术 才会得到那种乐趣 那种满足感 那现在您已经退休了 可是您却没有放弃魔术表演 相反的那您却散加利用 我们知道你经常到暗老人院 去为老人家表演 那你为什么想到这么做呢 因为这个百言书 你也认识他 百言书 百言书他有几年前 1989年 他就来打电话给我 叫我出来帮帮忙 他说他们要 一般人要去 这个反目老人院 唱歌来优导 但是我来参加一点 魔术可以不可以 我说可以 这没问题的 他说这个是义务的 我说义务好 那么我现在去老人院 我们跑去很多街 那您记不记得那时候 是什么时候 你是什么时候开始 降了一个意愿呢 差不多1987年 1987年 那从中你觉得自己 是不是觉得很开心的 觉得做了很多善事 第一次有 有点紧张 有点因为老人 老人家 他们的眼睛 就有点 看不到花 耳朵有看花 有多种语言 不见人 怎么怎么 所以我表演的时候 在老人院 没有讲话 因为讲华语 他们不懂 对对对 所以语言方面 还有一种障碍 那除了语言之外呢 我知道你也经常 经常到这个 参加人士协会 教导那些朋友 学魔术 那你是在怎么样 一个机缘下 做出这样的一个安排 这个是我做了这么久 是很多认识 我是一个魔术师 所以有时候打电话 来一个人介绍一个 这样 就是通过人家介绍 通过人家介绍 因为我在 差不多十多年 来做这个学校 跑去联络所去 居民语言会 有什么小孩子 活动 活动去 那记不记得是 哪一年开始 这样的一年 我这个是从 七十年开始 所以我表演在 二十多三十年 算是蛮久的 一段时间了 那教导这个 参加人士学魔术 是不是需要特别 注意些什么东西 他们需要一定慢 因为他们的 因为没有经过魔术 第一次 我们是叫他们 很简单的 不要这个太大的 这个好像要做得到的 也不必去买这个道具 一个很简单的 用股东所有的钱 纸什么都可以做 就不要容易 给他们吸收情绪 对对对 目的是要给他们 用他们的脑筋来想 手要动作 原来这个好像一个 一个练剂一样 也不会说 今天坐在那边 两着手没有动作 那从中你们遇到什么困难呢 没有什么困难 他们应该高兴学了 没有人家来这边教了 我第一个 那你也从中得到一些乐趣了 对 那您觉得说 残战人士学魔术 对他们来说 有什么好处呢 对他们就是说 你看他们有笑 有玩 好像变成小孩子 你说这个很奇怪 为什么会这样 这个我很满意 他们学啊 学那手指 也会觉得说 变得比较灵活一点 对对对 还有他们回家啊 还有试作啦 録讲啦 还有家庭的人 有孩子啦 有妹妹啦 哥哥啦 可以做表演给他们看 那个也有给 Einstein的 喜感的乐趣 那看见他们这么努力 这么用心的学好魔术 作为一位老师 您会不会觉得特别的安慰 我特别的好 我回家是很满意 我一定没有 因为我安排这个是 一个礼拜来一次 我不可以今天来家 他们明天又来家 他们太复杂 他们会问题 又受不了 就是一下子不能够吸收 给他们一个礼拜去学习 那么下个礼拜 然后上个礼拜以上 觉得你会不会 我们不会再做 他们会不会说 老师来我今天表演给你看 有没有这样 那您从旁的指导他们 也鼓励他们 那我想您会不会继续 以艺演和教导魔术 来充实您的黄金年华呢 叫我的力量 我这么老了 哪里 还有这个力量 什么地方我去了 因为我做这个 这个整 我们不是义务 我要是让这个魔术的好救 你自己本身也得到 那种精神上的满意 对 好 谢谢你 陈先生今天跟他也这么多 谢谢您 谢谢您